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今天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是 非常漂亮 聪明 而且现在是创业家的余涵迷 Bonnie Bonnie好 嗨 大家好 那Bonnie要对着麦克风 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以前有所谓的台大舞技 像你现在听到台大舞技会不会觉得 觉得很好 像很复古 很复古 就是像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啊 会念书的女生又长那么漂亮 然后这么有才华 然后各自发展嘛 那像那个Bonnie现在 你自己自创的那个时尚运动品牌 U-U-Active 哇 这个已经创立多久了 是去年七月上的 但其实我从有这个想法 应该是三四年前 就准备了蛮久的 三四年前 因为像你这个在演艺圈一段时间之后 你自己就觉得 你自己是觉得不太适合吗 我个性超级不适合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拍戏了一年 然后每次一拍完就是直接躲在角落 完全不跟她说话那种 然后比如说我在拍戏 然后在演 每次都在演千金小姐 然后千金小姐就想说 天哪 为什么我现在穿着这件衣服 我发现 我很在意我穿什么 而且你是不是就是觉得说 那个衣服不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 会有点不自在 不自在 所以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当演员的个性 就我就是喜欢打扮漂亮 打扮漂亮 然后你又喜欢运动 对 我其实喜欢运动是 就是三四年前的事而已 我以前学校的时候是完全不运动 就都会跟老师说 我今天肚子痛 在树下乘凉那种 然后以前都在减肥 就是用一些不健康的方式 但是后来觉得好像身体 就是看起来没什么线条 就是瘦瘦的 弱不禁风 才开始想要健身 像这个余涵明保妮 她自己因为是台大自公系吗 自公系是理科还是文科啊 理科我是念三类 就是念医学系 牙医系那种 然后因为我家是管蛮眼的 然后妈妈就说 因为我填到的科系 大概就是台大牙医 或者是中山中国医学系 所以你可以念医学院欸 对啊 但是我妈就说台大听起来比较好听 她觉得我的医学系的排名没有那么前面 所以她就说那你就填台大 所以你当时就是也没有说按照自己的兴趣 或是也没有想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完全没有 因为我家就是蛮传统的 所以我要念什么基本上就是妈妈在决定的 对 所以就说现在因为我知道这个BONNY的这个牌子也是从我女儿身上知道 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讯息就是从国中女生身上来接受的 然后就觉得说欸 哇 这个牌子居然我也能穿 然后我女儿就是会说妈妈我告诉你 像这衣服非常的有价值的原因是我穿你也穿 所以我们就可以买一件然后彼此穿 那我今天也不错 那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说哇 我以为这是国外牌子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女儿开始跟我分享之后我就上网去看 我想哇 这个品牌的页面啊 它的衣服的设计款 还有因为你们model都是外国人嘛 然后我想说 嗯 这是不是一个国外牌子 后来她就说妈妈妈 我告诉你 她的创办人长得超级美 然后上去看 欸 我知道啊 这个姐姐是台大的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知道她之前有演戏啊 然后她有创立那个品牌这样子 我说你之前也有一个服装品牌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说 欸 好有趣哦 怎么一个牌子才去年正式成立之后 就是很受到那种年轻女孩的关注 那你们当时哦 在想要创立这个运动时尚品牌的时候 应该要前置作业很久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因为以前也没有在运动 所以其实我开始有了运动习惯之后 我才研究了很多国外的衣服 因为自己买了很多 就是买了很多运动要穿 然后发现国外都超贵 你可能一套买下来都一万多 对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运动的布料 嗯哼哼 然后研究了大概一年多才找到第一款 自己喜欢的运动的布 哇 所以其实爪布就是算是蛮大的挑战 所以像爪布还有我觉得那个cutting 我觉得你们的cutting也是很 很时尚跟一般的那种运动品牌的cutting 我觉得走向比较不一样 因为像是运动大牌 他们可能就是给很运动员的人穿的我觉得 对 可是我们是比较日常爱漂亮的女生 然后只是有运动的习惯 所以我觉得走向不一样 就是我是希望可以做日常穿搭的感觉 所以你们事前的这种市场研究 应该也是要做 算其实就是因为自己也是消费者 对 所以买了很多 就大概知道 哦原来国外的东西就是很贵的 然后但是剪裁也不一定符合东方人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东方人身材适合的品牌 然后又不要太贵 哦 因为你们如果每个礼拜去运动两三次 你可能一个礼拜就要换两三次衣服 你不可能每次都穿一样的在运动 是是是 对因为那种所谓的国际的运动大牌 它其实就是比较机能型啊 嗯嗯 那样子当然有些是做的越来越时尚 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漂亮 对我觉得一般女生没有那么喜欢穿的很机能 对就是我是觉得布料的选择上当然还是要是机能布料 对但是它的款式我也希望看起来是更像日常生活衣服 因为我很多运动内衣的设计都是 你可以穿去健身房 但是你把它配牛仔裤的时候 它看起来就是日常生活里的衣服 就说它它可以多元的搭配 对多场合都可以穿 可是它又是机能就说例如说稀释排汗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哦好所以大家认识这个余涵迷 这个boni他在人生的路上追寻 其实也是走了走了蛮多 尝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做 但后来发现你最喜欢还是 最喜欢是衣服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买衣服就国中吧 去买一条牛仔裙 那我拿到就哭了 想说天哪我第一次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 所以boni应该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乖的女儿 就是很会念书然后很乖 然后爸爸妈妈要求也很严格 蛮乖的 对所以我现在就会想说这个 我们以前都是比较那种 你分数到哪里 你就舔一个自己也不是太了解的科系 可是像boni他现在就会见 因为我发现你的粉丝有很多都是那种国高中生 他们可能就开始要去追寻自己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了 所以你会给他们建议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有没有热情 很重要因为人生工作可能就是选一件你热爱跟你擅长的事 但因为可能我家偏传统吧 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念书就是你也可以培养自己的逻辑 只是说在选工作方面的话会觉得有热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后来还到美国去念时尚服装 采购 那对于这个一个品牌的经营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网路时代 然后很多都是在电商或是网路上面去做品牌的竞争 那怎么样让一个品牌可以突出 我相信对于这个boni来说也有很多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了是鱼海米boni 他的时尚运动品牌叫做UU Active YUYU 大家可以搜一下 然后我觉得你如果是喜欢运动 然后你又觉得运动想要穿得漂亮一点 可以参考一下 他上面的衣服都非常的时尚 而且搭配性很强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先想邀请到的是 漂亮女孩运动也要时尚 UU Active的创办人 于寒迷 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资宫迷 你夏天要资宫迷会觉得不习惯吗 我之前听到还会觉得怪怪的说 不要叫资宫迷好不好 然后现在就觉得算啦复古好笑 反正就是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做不同的事情嘛 那就是我觉得像戏剧也是你的累积啊 对不对 对啊算是经验 然后后来又到了美国去念服装品牌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你未来创业时候的一个利益 那因为其实台湾人 尤其现在很多艺人都有创立自己的品牌 但是你走的那个 就是运动时尚品牌 我觉得你们走的还蛮鲜明的 你们当时的定位是什么 就是希望是运动跟平常都可以穿的衣服 运动跟日常 然后比较unisex跟潮流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穿的可能不太会分 这一定是要男生或是女生穿 就其实有些衣服的灵感 我自己都是看男生衣服来的 像最近出一款阿嬷内裤 而且他可以外穿 对他长的就是男生的内裤 只是换一点设计跟裤 然后他比较长嘛 他就在膝盖上面 对但就觉得很酷 女生都觉得很酷 而且我发现就是为什么 很多的年轻女孩会非常喜欢你们这个UU Active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连每件衣服的名字都非常的特别 就好笑 我喜欢好笑的东西 那你们是怎么发想那个每件衣服的名字啊 例如随便讲 例如说什么阿嬷的内裤 就我们团队成员自己对展哪一件衣服有灵感 就谁去 大家一起去 真的啊 然后不然说是什么不完整的衬衫 对什么有穿像没穿一样 每件都这样乱取 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搞笑 然后又有点好玩 然后年轻人一看都觉得好特别 可是我觉得像做那种网络的服装品牌 最重要的就是消费者搜到那一刻他会发现 哇哦真的跟boni穿起来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照片 或是你们在做直播 但是搜到的时候他就发现 哎 为什么穿跟他穿差不多 差那么多 例如说 他同样的身形 他会看你的什么高度啊 你的体重啊 然后你去对照嘛 对就直播都会找几个不一样身材的人穿给大家看 对然后收到之后大概你们的布料还有cutting 是你们也是很严格在要求这个部分吗 对啊因为一件款式要上架之前都会经过好几次打板试穿 最后才会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那你们打板试有几个啊 打板试就只有一个 就是我去对一个打板试 但是每一个款我都会试穿好几次 最后才确定会上架 哦那像你自己试穿很多次的时候 你最在意的是那个穿起来的舒服度吗 还是说那个 版型有没有原本的期待的 就是时髦吧 先漂亮是几分的 有时候功能跟漂亮 如果没有办法兼顾的时候 我其实反而会先选漂亮 因为功能就是 你已经有功能的 但是你一定要漂亮 就例如说像 我老公因为有在跑马拉松嘛 然后我们几个女生 其实就是那种跑十公里啊 或是顶多就是最多最多伴马那种 但是有时候你就想说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想要当什么运动员 我只是想要漂亮去拍个照 然后可以放个照片上 好像有去跑个马拉松 对 所以那个衣服 然后每次我老公都说 你们到底是要来运动还是来选美啊 你们衣服是不是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就会选很多 这样哎这个穿也不好 那穿不好 大学真的影响心情啊 你没有漂亮的时候 你根本也不会想要去跑马拉松了 真的也是 一开始也是 我自己如果穿的都不漂亮了 我根本不好意思走进健身房 因为我都没有很会健身了 我再没有穿漂亮 我更没有自信 真的 漂亮是基本 所以就是经过市场研究发现 很多这种比较机能型 或是运动类的服饰 它无法兼顾那种 就是很多少女 或是很多女生的那种 内心又渴望 可以有点机能 但是更多漂亮 对啊就是以自己先美 美是最重要的 像我发现你们的品牌有蛮大的跟别的这种运动 时尚品牌不一样是你们同一件款式它的颜色很特别 它的颜色不是一般看得到的那种颜色 因为我蛮喜欢彩色的东西 所以我的衣橱都是按照颜色 不同颜色来分的 然后每天就可以哪一个上 哪一个颜色配哪一个颜色 就还蛮喜欢颜色的搭配 那你们颜色是怎么样去调的那个 嗯 就是自己 喜欢什么就出什么 哦是哦 就是自己喜欢的 像你们蛮多那种 浅蓝 可是那种蓝又跟一般的蓝不一样 就宝宝蓝吧 最近蛮 之前蛮常出雾蓝色的 雾蓝 然后现在今年夏天一点的时候 就会是宝宝蓝色 哦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品牌 在网络上面的行销 是非常的重要 那你们在行销方面 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我其实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在做行销 现在是以产品先做好 那当然因为很多买的人都是 有人气的那种 网媚 所以就会自然的 他们的分享也让我们更多人知道 哦了解 就是说 很多的网媚在网络上面的分享 在IG或脸书 那我发现你们的族群 是不是比较偏IG上面的族群 对因为我自己只玩Instagram 就我没有在用Facebook 是哦为什么 就不太会用 就很难用 而且因为我只喜欢看漂亮的照片 所以Facebook大部分都是一些 文章的讯息 文字 所以我就没什么兴趣 那你们除了IG之后还有其他的社群媒体 是有Facebook的粉丝团 但是主要就是Instagram经营 哦了解 所以在Instagram上面 你们会常常做直播对不对 对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直播 就是一个固定的节目的感觉 了解 他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九点 会在Instagram上面直播 然后你们就会出新品 嗯每个礼拜都有新品 哦 就是让大家每个礼拜都期待一下 这个礼拜会有新品 那你们新品会有几样 就不一定耶 有时候可能一两样 有时候可能五六样 哦 就不一定 所以你们设计团队是 呃 等于就是类似像快时商那种概念 他每个礼拜都会有新品新品的那种推出 对 哇 那他有很多灵感耶 嗯 对啊 可是因为一个礼拜有七天 然后你一天可能要换一两套衣服 所以就会随着你的日常 有很多的灵感 觉得我今天要去 哪里要穿什么 哦 一个礼拜可能要想可能会有设计的灵感会有十几款出来 可是最后做成功的可能只剩下更少 对啊 了解 好 所以我发现啊 因为从我女儿那边得到的讯息就是 他们的很多学姐啦 或是他们自己哦 关注到这个牌子之后 他们开始会讲说 哇 我要抢某个款 或者说 哇 这个是预购 预购也有限量 所以你们在分享你们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会呃就是用一些些的这种 这种呃 限量来来取代那个吗 嗯 一开始并没有刻意说想要限量 我只是觉得每一个款 就是不用做太多 那只是每次刚好都卖完了 然后如果真的有客人想要的话 就再做一批 但因为现在呃 肺炎的关系吧 对对 所以工厂其实交货也都会很慢 会很慢 嗯 了解 那你们有去大数据分析你们主要的消费者吗 嗯 就年龄层吧 跟其实蛮多海外客人 就是遍布亚洲 哦 就台湾大概三分之二 但有三分之一都是国外的 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所以等于就是亚洲女生 嗯 她对于运动时尚品牌的需求是有的 对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都喜欢穿的潮一点 就让自己看起来比较酷比较有个性 对 那我也出蛮多那种短板的东西 就是很瘦的人 她对我们衣服就会很满意 对很瘦 那像你们呃瘦是要到哪哪一种程度啊 就是说或是说你们可以呃有什么XL 其实也不能说是瘦 应该是说爱露腰或是爱露背 就是喜欢露身上某一个自己觉得性感有自信的地方的女生 其实就蛮喜欢我们牌子 了解就是你们的设计里面有某部分是可以让大家享受到 就是把自己美的部分露出的那个部分 对就还蛮多露腰的款 哦 那你们未来会有做男神吗 我其实是有开始设计一些很中性的东西 就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穿的 但是可能不会出男生机能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男生对于美的追求 没有那么多啊 对对对 但是就是一些呃配件 例如说帽子啦 对或是T恤 T恤之类的 男生呃女生买的男生也可以穿 哦 对所以就那个款也不是说到底是女生的男生 对 就是中性 因为有很多是oversize 很多女生也很喜欢穿 对啊 哦 那你们会会推很多那种穿搭的方式给人家参考吗 会耶 就是都尽量拍出很多传达照 就是同一个衣服你可以怎么搭 嗯 就是算教学吧 OK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品牌经营很不容易 尤其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时代 你一个这个品牌 它要很突出 它的确是要下功夫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它的 它的料子 然后它的cutting 嗯 它一定要要非常的这个严格的把关 嗯 对然后让大家说到觉得 哇哦 这个这个穿起来比照片上更漂亮就厉害了 真的 其实很多客人都会说 穿起来比官网的照片还漂亮 然后说你官网照片可惜了 哈哈哈哈 就是听到也觉得蛮好的 就你收到 你本来期待没有那么高 然后收到觉得更好看 所以你们原本预期的这种消费族群的年龄层是有比较低吗 我本来设定就大概18到35吧 18到35 我觉得你们现在如果看到我的话你们可以18到45 或到5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妈妈很多都是把自己就是还搞得蛮好的 然后她也会运动 我发现现在运动的族群很多是那种 手女啊 轻手女都很多 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 所以你每个礼拜都是健身房吗 我以前 但是防疫期间后来就来了出人 对 但是我发现那个range可以再拉 因为我发现女儿跟妈妈可以共同穿同样的 类似像母女装的这种概念 很可爱 对很可爱 然后一起去运动 又时尚 好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余韩米Bonnie 她有一个时尚运动品牌叫做UU Active 这个U Active的品牌呢 跟很多的运动服装品牌 有蛮不一样的地方 简约时尚 很多少女都很爱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POP最正点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女孩的梦想 运动也要时尚 现在运动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网路上面的品牌也非常的多 很多人就觉得说 在网路上面找一些品牌来试试看 试试看适不适合自己 那现在从去年7月开始 我发现很多女孩 因为我家里有个女孩 然后她们就很会follow那个学姐 或同学之间就会互相的 分享很多新讯息 UU Active 这个自创的运动品牌 其实就是台湾女孩 余涵迷宝你所创的 所以你现在要创业家诶 嗯对 那你会看报表吗 会啊 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看报表 我喜欢还是跟美 就是相关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找专业经理员来处理 报表的东西吗 会有人做报表 但是数据分析还是要自己做 还是自己做 对啊 就是哪些款式 卖的比较好啊 或者是 那你们卖的比较好的 会就是比较出那一款吗 还是卖的比较好 你们会有就是 比较那种 欺恶行销的方式 嗯 所以如果真的很多客人想要的话 就还是会追加 只是追加会等很久 就是那种两三个月的那一种 所以其实但是还是客人还是想等的话 就还是会做追加 了解 就开预购给大家买 哦明白 但量都不会做很多 所以你们就是有现货也有预购 对 然后呃 在款式方面有那种款式是 你超乎预期卖的好的吗 嗯有耶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阿嬷内裤 因为自己 阿嬷内裤大家如果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可以在UU Active上面看 我告诉你 我初初看到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然后因为我女儿说 妈我想买的 我说这可以穿出门吗 她说可以 非常时尚 你搭一个长的T恤 对 搭一个帽T恤都超好看 我说真假 然后她说她还有 你们是什么不同色啊 对 我什么东西都喜欢出很多颜色 哦 就这样才可以搭配性比较强 你们阿嬷内裤 本来是想说试试看是不是 就是自己很喜欢 她其实有点像是骑车时候的那种 嗯 蛮像单车裤 但又有点像男生内裤 可是她又有点设计 我发现你们在设计方面 有一些小巧思 就说那些巧思是你们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 跟设计师共同讨论出来的嘛 例如说有一些小标签啊 对 然后或者是说像帽T一般就是帽T嘛 你顶多短板长板或是Cutting或是不同颜色 嗯 可是你们帽T上面还可以用拉铃然后把它漏肩 嗯 又还蛮喜欢就是有很多细节的感觉 你可能看照片会觉得它只是一件素的东西 但你收到之后会会在小地方有惊喜 可是像这种小细节的部分会不会在呃 做的时候会比较难做 会啊 因为你可能就是细节上面还是要设计 所以你开发流程就会在更长 所以你也会自己画吗 我不会画画耶 但是我有我们团队有平面设计师 就是你把你的概念跟他说 嗯 然后让他来画 对 那有的时候呃这个概念有可能不好做对不对 有可能做出来就跟我们一开始 想象的不一样 对那那个就会放弃了 哦 或者是可能再换换什么布再去做一次看看 哦 哦好 所以在布料方面 呃应该是你刚提到说 在成立一个品牌当中 布料的选择就花了很多时间 对因为毕竟还是做蛮多运动的款式 然后贴身的衣服跟机能的衣服 这个布料就要比较仔细的挑选 其实台湾布料蛮厉害的 对啊 对啊 很多出口的布料 对台湾的布料可以选 然后颜色 就说我发现你们那个U-Active的那个 每一个款式颜色因为很多 那跟别人就是不太一样 就是想出来的 所以我最近正在准备就是高尔夫球系列 因为我觉得高尔夫衣服好像都很成熟 比较成熟一点 对 但是他要把它做的稍微青春一点 对啊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对啊 就是版型上面调整一下 哦有可能就是能够去打高尔夫球的 就是稍微有点财力比较成熟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比较成熟 发现走这个路数好像 好像就开始有类似的品牌出现吗 你们会 一定会有啊 因为本来运动是一个潮流 但我觉得就是回归基本的话 还是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可以长久 让大家喜欢吧 嗯嗯嗯 对啊 没错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常讲说 你会再回头再去 再去这一个品牌 或者因为现在大家的那种忠诚度 其实太多选择 所以那种忠诚度就不一定要像 例如保养品 你可能A牌用完用B牌 不然用C牌 只是说看适不适合你 那在品牌的部分 我觉得要经营一个品牌 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但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它的确是不怕累啦 像我发现你工作时间也蛮长的 我就是从起床到睡觉前一刻 应该都在工作的那种 哈哈哈哈 是哦 对啊 但我不一定把它定义叫做是工作 就我的工作跟生活是完全 结合在一起 例如说你也要去拍一些这种穿搭的照片啊 或是你自己就是非常棒的这个model 所以所以 就是又拍照又设计 对很多女孩就说 她是老板耶 她老板你看她的身材 所以像你运动健身 也变成日常当中的一个部分了 对啊 就我都会觉得上班前去运动一下 或者是下班之后再去运动再回家 就都是结合在日常生活里的行程 我不会说我今天我明天几点到几点要去运动 是一件很累的事 就已经不会这样了 就觉得把运动变成一个习惯 蛮好的 像你说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都不太运动的 对啊 就常常会骗老师说肚子痛 然后就很不喜欢晒太阳那种 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运动的时候 需要克服了什么 因为常像我自己也会觉得都没有恒心 就觉得好累啊 流好多汗还要洗头 对因为你常头发 对啊 那你刚开始运动的时候 因为刚开始肌肉都没有运动到 开始练的时候就会蛮痛的嘛 对 我大概前两三年都是找教练上课 然后都还抓不太到感觉 一直练到第四年才知道 到底是在练什么东西 但最一开始想练就是比较单纯 只是为了要想要有腹肌啊 想要屁股很翘啊这样 对因为以前的审美可能就是觉得 瘦瘦的就好 尤其是你那时候如果在演艺圈啊 就是要求要很瘦 是真的要求要很瘦吗 超瘦 不然你上镜就是会整个变胖啊 不管多瘦都觉得 怎么还是有点胖胖的 哦 所以 所以 现在你就不用再用一些 比较 比较那种伤害身体的方式减重 对啊 现在都是靠运动 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有线条 因为我觉得真正到底有多瘦 好像没那么重要 就是说体重是数字是多少 我已经很久没有量体重 根本不太知道自己几公斤 就是说只看镜子 就是现在肌肉线条好不好看 就是说那个身形 那表示你体脂降了很多 我知道我体脂大概16 17 算蛮低的 很低耶 对啊 因为女孩子大概都会到28 29 但28 29看起来会 有点 有点 肉肉松松的 会晃 但我不想要它太容易晃动 可是16 17要练很久很久才会到16 17吧 应该 应该两三年 然后 然后之前一开始是23% 一个礼拜 如果勤练的话可能练三次吧 可是我会好几种运动 交替 可能有时候去拳击 有时候游泳 然后有时候是中学 然后它一定是要那种什么333原则 就是什么心跳130以上 然后什么一次30分钟 类似这样吗 对如果是有氧的话 是这样 了解 好所以要运动的朋友 如果 因为我们之前每次讲到那个减重主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因为很多人都是一辈子都在减重的路上 但是我发现 就是说你有持续做运动 而且我发现运动是要交错作 对啊 你如果只做一样 它就完全没有什么减重的功能 而且也会无聊 你就可能对运动 你本来就没有很有兴趣 你又一直做一样的事 就会觉得更无聊 但是有些人说 啊我又没有运动细胞 我怎么运动 这个那个有关系吗 我也没有运动细胞啊 而且我小时候完全不运动 是到27、28岁 26岁才开始运动 才开始运动 对啊 其实也很晚 但是现在完全已经 已经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又可以穿上自己设计的那种衣服 就美美的 又可以拍照 对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那种 你知道 就是社群媒体的时代 很多人就是运动啊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在干嘛 但是总是要漂亮嘛 例如说 对啊 因为男生也是不太懂 蛤 你们是还要换衣服啊 都要换笑啊 漂亮就是很基本 其实也不是说 让别人觉得怎么样 就是自己很开心 我觉得是自己有自信 对不对 自己的心情 对 那如果运动都已经是一件 没有那么舒适的事 总是要先让自己打扮漂亮 没错 才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就是拍两张照片 然后就开始 哇 至少还有两张照片 就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去年成立的运动时尚品牌 UU Active Boni 余涵迷 余涵迷他是创办人 那在创办一个品牌 的确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然后消费者的回应也蛮重要的 对我还蛮在意 我很喜欢跟粉丝聊天 就我每天都会把所有的私讯回完 真的 对 你就自己回啊 但我都会语音回 因为我懒得打字 所以语音回超快的 就可以跟他们聊天互动 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然后或者说他们 对于某一个款式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然后建议等等 对或者他们在发回给我看 他们穿的照片的时候 我其实也都会很开心 因为他们都是很开心的 在把这些照片发回来 对 或者说他买了什么 然后又自己配了什么 觉得超好看什么的 我就会跟着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那种互动 年酬性也蛮重要的 他会觉得说 哇 他对这个品牌 他是非常认可 而且他比较有忠诚度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会跳来跳去 对啊 而且品牌形象 我觉得蛮重要的 可能风格就要固定一点 就是风格 他要蛮鲜明的 强烈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跟Bonnie聊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48分 女孩的梦想 运动也要时尚 现在运动的女孩 非常的多 运动的人口也非常的多 那你如果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穿上你觉得很时尚 然后很舒服的这个服饰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有商机 所以从爱健身到自己设计运动品牌 UU 这个鱼海米Bonnie他自己做了一个热爱的工作 对啊 我只24小时都可以 你创业会不会很胆战心惊啊 因为创业要不就是成功 要不就是要好几年的那种 试验 我就是平常心面对 就是喜欢的事就做下去 哦 好 那像 像 呃 就是说现在的那种 呃 艺人的自由品牌很多 那在网路上面 就是说呃 网路是在他一定要呃 抢的那种网路上面的某些的 呃 商机也好 或是他的特色 哦 那 那呃 像是 如果以比较传统的像什么Nike这种牌子 他大概就是有一些 社群啊 体验啊 这个现场销售 他们呃 做的也是蛮多的 那不同品牌 像爱地大师这几年也做的还蛮好的 那呃 就是说传统品牌 呃 大牌 跟呃 自由的这种 你们的运动时尚品牌 呃 你们自己一定要走出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路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是定位在unisex的潮流路线的感觉 哦 比较不是真正那么运动机能 只是在运用的布料上面会有机能的布料 因为现在呃 全球因为社群媒体的发达 像IG啊 这种哦 就是很多的呃 model啊 艺人他会在IG上面去分享他很多的穿搭 那我发现潮流这个东西是 很直觉的 对啊 我觉得可能潮流也都是 被影响 被影响出来的 对 你可能看到很多人穿什么就会觉得哎 那稿上满好看的 对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牌子 他就是以那种潮牌自居 可是他其实价钱也不会比那种什么什么奢华名牌 也不会差距太大 所以那种潮流东西要怎么样引领 像你平常自己会呃从哪边去观察就是说现在的潮流或是什么就是instagram吧每天都花蛮多时间在instagram上面那你就是会锁定某某一些牌子或是某一些呃 我就是追踮超多的呃我可能追踪了两两千个油吧就很多东西可以看然后就会看谁穿什么蛮好看然后看完之后就会变成自己的某某些想法想想他可能可以怎么样就改变对对对对对对哎蛮好的就自己想要穿什么然后就自己设计看看嗯哦像如果说以穿搭来说的话呃这种上身跟下身你的比例是多少可能下半身好像比较少了就会变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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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它的 bet 好少 level 哎上面身变化会比较多 上面身边就扭加左右牛仔褲就几款但是搭不同的上衣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哦而且下半身好像会基本款有大多然后上半身可以变化复杂一点哦像我发现你们的这个牌子的呃不管是上衣或是 appli 呃裤子 你的视觉 faj snipp 还满多对如果说是让你们裤子的 jsutcoke 然后 đó都会有做品牌的抽签或者是做一些 一些可爱的领标 橡胶标之类 不同材质好玩的细节 对我发现就是说 你要变成一个很潮 或者说很多这种 人买掉之后发现 这个就是一种独特 独特自己的个性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你们连那种标 对我觉得都很好玩 就是一种表达吧 品牌的表达 所以这种时尚敏感度 那你觉得时尚敏感度 如果说一般听众朋友 他想要去 也让自己看看 我适合哪一种 或是培养一下 自己的时尚敏感度 Instagram要多看 那你会看很多的 什么时尚杂志或什么吗 杂志不太会 现在就是滑一滑手机 就可以接收很多资讯 而且手机的资讯 都觉得还比较快 因为等到杂志印刷 可能还慢了一点 真的也是 所以真的时代都不一样了 很多的讯息 就的确就是在网络上面 或者是说 Instagram上面真的很多 Instagram到底里面有什么 因为我也是我女儿 有Instagram 我为了要follow她 我一定要知道她在干嘛 我一定要看她的限动 没想到她常常给我封锁限动 然后我就会想说 我就会来创一个Instagram 然后就是follow一下 不要让她觉得 我就是在偷窥她这样子 但我发现 这用久也觉得蛮好玩 上面东西就很多 因为很多品牌 大牌最新的秀 你也可以在上面看到 所以你也不用等到杂志 再印出来是成衣的时候 或者等到在专柜上才去逛 你直接在Instagram上面 看到最新的秀 就是最新消息 那你们未来会 例如说 在客群上面 更多的年稠 例如说 设立什么 什么 Telegram吗 还是什么 我之后会办活动 因为我新的办公室跟showroom 可能今年年中之后会好吧 然后到时候在网站上可以预约 然后也有一些会员活动 可以去showroom 但是她要是会员嘛 对不对 就是要预约 就不是店面 不算店面 但就是可以去办公室 就是穿着 来我们平常在直播的地方 只有直播会换的地方 就是在showroom里面 就我平常工作的地方 然后会开放 给会员来 就好玩吧 对我觉得就是 很多的那种 人就看到你们的品牌 就觉得这个品牌很好玩 对啊 我就觉得什么都要以 好玩为出发点 这跟你以前 就是刚开始大学毕业 然后台大毕业 就业的想法会很不一样吗 你以前会比较serious一点吗 因为可能家里就会想说 哎你要当什么医生啊 教授啊 你差点要变大医了 如果你念牙科系的话 真的 但那个比我个性差太远 因为我就是爱漂亮爱玩 本性啦本性 但小时候非常乖都爱念书 但是又能够 预工作于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非常的幸福 对啊 就是拍照啊 然后想衣服啊 这些我觉得很好玩 或是跟网友互动 我觉得也是工作里面很好玩的 一个环节 好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哦 台湾的品牌 而且是由这个台湾女孩 余涵迷 包你啊 大家如果对于 资公迷这三个字 很熟的话 没错 他就是包你啊 创立了这个 UU Active 大家如果在运动的时候 想要让自己 有一点更时尚 或是说 让自己平常可以穿的 有一点点个性 我觉得那个U Active 上面的这种设计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那他不一定是年轻女孩 我觉得像我这种 熟女妈妈 也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就是 他可以接收到L吧 可以可以 我也还蛮多宽松的东西 像是帽T都蛮宽松 有一些宽松 但是有一些就是 真的比较锁定瘦子 对啊 因为就是给那种 想要展露它的曲线 然后又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展露曲线 他有一点点可爱 有一点点性感 好那也希望你们这个 U Active的牌子呢 这个越来越发光发热 然后让更多人 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有时尚的 这个衣服可以穿搭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其实不用穿的 非常的正式 在日常当中 有很多自己的个性的展现 今天非常谢谢包你 好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哦 接下来就是锁定秋名与小鱼的 POP抢先包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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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